澳洲通胀不变却引发市场移动 今天上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2月 澳大利亚通胀数据是和1月份完全一样 年化增长3.4% 虽然数据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却低于一些人所预测的 澳洲通胀在2月份反弹的这样的情况 这种预测是根据美国的情况来做的 但是我们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过 澳大利亚今年的经济前景是不如美国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数据倒也不出我们的意料 甚至从这个角度去推测的话 澳洲的未来的降息的节奏和速度 可能会比很多人猜测的或者预想的 还要更快一些 当然澳大利亚是不是会变成继瑞士之后 第二个降息的主要央行 现在并不确定 那么一个月的数据也很难完全左右 澳洲央行的很多的中期的政策的决策 事实上未来几个月 澳洲的通胀是不是能够 持续的下降 澳洲的核心通胀能不能像这个月一样 继续保持向下的趋势 甚至在明天公布的像零售这样的数据 能不能体现出澳洲经济的批软等等 都在未来很长时间会影响央行的整体决策 我们也会在明后天继续问您关注一些重要的澳洲经济数据 中文字幕提供